我告诉你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帅气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就是能多伺候10年 20年 这样呢能把我伺候死了 一般来相亲的老人都是想找个伴 无非是图个彼此年纪大了 可以互相参伏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这个大爷偏偏与众不同 他呀来相亲就是想找个人伺候他 姓名张子富 年龄78岁 工资收入5000左右 咱这位张大爷不仅腰杆站的笔直 那思想观念也是值得令人害怕 在他看来 夫人伺候老头那是天经地义 怎么互相搀扶 在他这根本不存在 夫人伺候老头 中国古今天经地义 你嫁给我就必须无条件伺候我 不是我说张大爷 你这想法是真的有点危险 早些年的时候 孤身一人的张大爷 就想通过中介婚姻所 找个差不多的老伴 但是这一问还得交200块钱中介费 结果最后钱也交了 人领回来后才发现 每个月还得给2000生活费 直接给张大爷气的说 你这不是找老伴 你这是来我这下岗就业 眼前的张大爷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虽然银发苍苍 但精气色都十分硬朗 屋里随处可见的字画 也能看出主人的文化素养 但是曾经从事教育工作的他 思想却十分古老保守 他认为从古至今 女人伺候男人都是亘古不变的事情 如果反过来那就不像话了 并且爱情是非常美好浪漫的 如果沾上了铜臭味 那就不是真正纯粹的感情 所以他找老伴 要钱的 看重钱的一律不行 我要钱的 我不要钱的 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的 我一律不要 有些话好像是那么个理 但是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呢 感情这张大爷 就是想找个免费的保姆呗 真是年纪越大 想的越美 人家大妈图你啥 图你年纪大 图你不洗澡吗 不止我就连一旁的红娘 都听不下去了 红娘寻思着 这旁边还有镜头呢 大爷你这话 要是播出去 得多少人骂你啊 赶紧善意提醒他 大哥那叫照顾 那不叫伺候 那就变相说法 照顾啥呀 照顾和伺候是两个事 哎两个人在一起啊 就是相互扶持 叫照顾 那不叫伺候 没想到张大爷压根不听啊 他非但不听 还又强调解释一遍 照顾啥呀 那就是伺候 再说照顾和伺候 本来就是两件事 红娘赶紧顺的话又问 你伺不伺候他呀 你伺不伺候他呀 我早伺候他呀 我不能伺候他 那你伺候他吗 张大爷直接表示 我不伺候 我不能 我也不会 哎你这老大爷是真能气人呢 这要不是隔着屏幕 我都得撸起袖子 好好跟你掰吃掰吃这件事 怎么说 还是教育从业者 怎么这教书 还把自己给教傻了呢 这边张大爷又说了 那找了老伴 他又没病 他不就得伺候我吗 停停停 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大清都亡了 张大爷怎么害在这做皇帝梦呢 哦 想找个大妈 享受一下 大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呗 被红娘一番反驳后 摸不开面子的张大爷再次语出惊人 我 我上中介花两千找一个老伴 回来就伺候 两千 就得了 大哥你去中介花两千找的那不是老伴 那是保姆 但是他本人承认 你那都承认 就是老伴 合着去中介花钱请的保姆 在大爷这也叫老伴 接着节目组给张大爷安排了一位相亲对象 我告诉你 我找年轻的绝不是性生活 我性功能已经严重帅气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 就是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伺候死了 这个大爷来相亲 明目张胆的说 要找个人来伺候自己 身为一名人民教师 张大爷也有一套自己坚信的思想观念 那就是从古至今 夫人伺候老头 天经地义 亘古不便 只见他一边给身旁的大妈灌输那套歪门邪论 一边吐槽之前自己从婚介所找的对象 每个月还问自己要生活费 妥妥的下岗再次就业嘛 张大爷说 自己可不会当那个冤的头 找老伴就两个条件 一要试金钱如粪土 二要懂得伺候人 说白了就是想找一个免费的保姆 这一番言论下来 旁边的大妈明显不太高兴 直接怼了上去 原来你说那个那是社会现象变是变了 那时候因为女同志没有经济来源 但是没有钱 她活不了 现在是因为女同志有经济独立 所以女人要钱也很正常 之前那是旧社会 女性经济不独立 也是因为没有工作收入来源 但是现在都什么新世纪了 我们女性也早就经济独立了 要钱不是也很正常的事吗 都这个岁数了 保不准哪天就有点小病小肅的 问你要钱 那叫婚姻保障 可是张大爷丝毫听不进去 也完全不赞同这套说法 认为眼前的大妈就是想骗自己的钱 就是爱慕虚荣 贪图钱财的女人 不要不要 快别说 你不要人家了 人家还看不上你呢 等大妈走后 张大爷还送给了大妈16个字 张叔黄 我跟你说啊 我16个字您能烧烧去 他语言尖刻 态度冷漠 口气酸涩 太不识惑 语言尖刻 态度冷漠 口气酸涩 太不识惑 这咋的 这大爷咋还背后说人坏话呢 我替大妈回你16个字 封建顽固 白日做梦 强人所难 妄自尊大 现在谁家老头会像你这样 你这明显就是不尊重女性吗 一把岁数了光想美色 随后张大爷把这段失败的相亲 怪给了节目组 谁让你们不给我找 不要钱的对象呢 得 节目组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张大爷再次强调了一遍 金钱不是万能的 我的感情是无价的 总之 我就是要找不要钱的 我要钱的 我不要钱的 我告诉你啊 我说要钱的 我一律不要 74岁的老大爷来相亲 不但想找个年轻的 还想要个能伺候自己 不读钱财的 年纪越大 想的越美 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 一名退休的人民教师 在感情思想观念上 却如此封建固执 认为女人伺候男人天经地义 经过上次那段失败的相亲经历 节目组按照张大爷的要求 再次找来一位 对今天没有要求的周大马 姓名周树英 年龄78岁 只见开着小三轮 缓缓行驶过来的周大马 不仅人热情还特别善良 有时没事就爱开着小三轮 免费帮别人拉点东西 不曾想俩人刚一见面 张大爷就直接动上手了 原来是看见周大妈的驼背问题 大妈也说了 自己这年轻时候干重活累的 咱周大妈也不是普通人 年轻时候那光环也老多了 什么妇女主任 什么老师 可还没等她说完 张大爷张口就问出了一句话 能不能伺候我呀 你这样婶能不能伺候我呀 伺候这个词任谁听了 心里都不舒服 周大妈寻思着我凭啥伺候你呀 咋就不能是你伺候我呢 或者相互伺候不行吗 张大爷说 想都别想 我找老伴就是来伺候我的 直接把心气高的周大妈气得够呛 谁家找老伴不都是互相照顾吗 到你这儿 我就得跟个保姆似的伺候 你是贪吧 还是想的太美 面对生气的周大妈 张大爷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用手指着大妈 再次说他那套言论 大妈直言 你还不如花钱雇个保姆的 听到这里 张大爷就开启了送客模式 认为眼前的周大妈 从言行举止到态度都不合格 哎我说张大爷呀 您家真的没有镜子吗 看一看到底是谁 言行举止有问题 周大妈称 早就看透了她的心思 无非就是想找个年轻的 还不好意思说 当周大妈转身离开时 张大爷还要拿驼背 这件事嘲讽一番 这真是老着老着 把人品也丢了 可悲可悲啊